这是第一代阿科暗夜猫娘的海报 那时的王者刚上线没多久 所以阿科显得比较苗条 而且腿上纹的是一个猫头像 这是第二代暗夜猫娘的海报 除了秉持一代的豪放外 大腿明显变粗了许多 而且上面的猫头也变成了一只猫 显然是小王开始赚钱 果实变好了 这是第三代暗夜猫娘的海报 整体风格偏暗 大腿上的猫头纹身看不到了 也没有一二代那么豪放 不过即便如此 第三代的海报还是进行的优化 这是第三代半的海报 在大体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了大腿处的不良 其他就没什么区别了 这是第四代暗夜猫娘的海报 也是现在版本的样子 身材再次变苗条了 大腿上的纹身变成了猫面具 背景也换成了城市的夜空 总的来说第四代好看是好看 就是相比前三代来说保守了许多 这是优化过后的二代模型 腿上的猫头纹身和一代海报相对应 最早的模型 现在视频资料基本找不到了 印象中模型也比较开放 可以从游戏中的技能图标看到 最早的大招图标 看起来布料就非常少的样子 这样的图标 也怪不得玩家没事就喜欢点 而游戏中也没什么特效 就这样的皮肤 居然早期敢卖2888点券 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花钱买的玩家 是怎么想的 这是现在暗夜猫娘的模型 站姿没有海报好看 右大腿的猫纹身彻底消失 换成左大腿跟上的猫面具了 这是三代半猫娘和四代猫娘的特效对比 可以说四代猫娘是质的提升 特别是增加了待机动作 还有回程特效 让这款皮肤一下贴上了史诗标签 但实际却是传说品质的皮肤 也是阿克目前性价比最高的一款皮肤 毕竟可以通过皮肤碎片免费兑换